来关心蒋家第四代 今年23岁的蒋友清 因为在脸书上涉嫌恐吓台北天母的 美国学校傍晚以8万元交报 蒋友清晚间走出了适令地检署 情绪相当激动 直升机我有个炸弹 我飞过来 我丢个炸弹在台北地检署 我突然台北地检署就死了吗 这是一个很莫名其妙 没道理的说法吧 我只是觉得他们 我只是表达出来 你怎么把我说得那么夸张啊 你干嘛把我说那么夸张 我说我要打拳击 你把我说成像我要杀人 我说我要宰个校长 你把我说成像我要杀 我要去杀全部的校长 一样的道理 我想去开庭 我想去告人家回报我 你把我说成那么夸张 我觉得很夸张啊 然后我就只是表达出来 你有点太无聊了吧 看啊 你们每次都是像这样 我每次做一个事情 现在有几个记者让我数一数 至少50个吧 30个 30个 说30个 我心里情况变不稳定了啊 对啊 是一个很不正常的东西吗 所以你刚说要 对啊 现在我已经被关了一整天 我早上起来被关一整天 人家说我要被关三年 我在Facebook上写一个文章 就要被关三年 关一整天之后 还要被50个记者访问 当然情况会变不稳定好不好 对不对 我觉得我很正常的反应 你又不是说你要宰校长 是因为跟校方有什么规判 因为我觉得他们 毁报我到这种程度啊 我现在出了这么多个麻烦 人家说我要杀人 人家说我要被关 我现在被记者访问耶 我就是要去开庭 那为何一开始你要发表 就是说对学校好像有些 那是因为我跟我叔叔谈一下 他们恐吼威胁回报我的事情 回报我这个烂掉的腿 如果你想拍一下的话是 可以拍啊 你看 所以脚是什么叫做啊 我是那个 这个 你看这边跟这边的差距 我是在台北美国学校 打橄榄球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人打到我的脚踝 我跟他说我不能够打 但是打橄榄球的那个球员说我一定要打 我不打的话 他就会找我麻烦 我打最后脚踝碎掉 你看现在大小腿啊 我跟他们谈这些事情 他们就威胁我不要再回去啊 我对这件事情很不开心 对不起哦